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XXXX我要反馈 暂停 下一集0.1.24分直播 1.24分弹幕 高清超清720匹 高清480匹 标清270匹 倍速0.5X1.0X1.25X1 5X2.0X 倍速播放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 广告广告 哈尔滨北龙温泉休闲酒店发生火灾 以致18x19伤 50% 75% Bind 07663RTXP播放模式 HTML5HD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 狂高848 X480燃量50% 视频协议 HTTP-CDN203.205.158.81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.4.37 2018年8月28月10.05分04秒 播放流水 21C473D 6E D8 D9 F39 AB19C969 DEF0 S90970 201 版地试制点击效 再点击清 出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 哈尔滨北龙温泉休闲酒店发生火灾 以致18x19伤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107663RTXP IMJHTTP NOOSGTIMG.COMNOOSAPPLS 0512277-2008-640-4800 DIC 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已成立由副书记任组长的事故问责调查组 在省纪委监委的指导下 全面开展问责调查工作 深查火灾事故的相关责任 身亡事故背后存在的问题 对涉嫌玩忽职守 实职独职的违纪违法人员 无论涉及到谁 都要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 坚决依法 依规严肃追责 本身的义孔寺奥匠 童谦承为更新的信条 本身的义孔寺行词 童谦 童谦烈 童谦ft公司是与世上的核心网站 本身的文章主意图如一个练义孔以读